太多时候,决定我们行为的不是逻辑,而是情绪,情绪可能是超越逻辑的动机,但我们又时常在随心所欲之后,为如此而为,找逻辑理由,这可能是自我辩护的习惯,也可能是因为心有彷徨而下意识地自我催眠,被情绪操控可能向来被认为是不成熟。 这个问题,在相对集中地把所想所感记录成文字之前,我从未觉察,大部分人通常也不太会审视自己的表述,除非惹了大麻烦,即便审视,也因为能想起来的只是自己有印象的部分,而很难客观。 生活中,一旦有了想法,我就赶紧记录,这样便有了很多片段,过后想起,便在续写。 于是就出现了不同时间段内容的拼接整合,也因为需要拼接整合,会回看之前的部分,却发现之前的意识兴起力,居然有那么多不可思议。 最诧异的就是,似乎总是试图把本来并不存在关系的事情,用逻辑连接起来,却又因为本来前后彼此并没有什么关系,虽然精疲力尽,却又不知所云,不知何云。 可能这也正是当时写到中途便无法继续的理由吧。 我们不仅会,不仅脑子地发着自己的光,吹灭别人的灯,也会为了坚定自己的今天,而否认自己的昨天。 前者自然不好,后者却谈不上好坏优劣,算是普遍存在的,即兴表达中的下意识动作,太难改变。 不过还好,至少算是知道了哪里出了错。 一点不知所谓的闲聊,我爱你们。